我想補充一下 我不認為是臺北最高行政法院有多麼了不起 跟各位報告一下 根據統計 臺灣民眾跟政府打行政訴訟 勝率只有千分之三不到 但是中天居然抗告NCC 十一連勝 NCC全敗沒有贏 這代表什麼意思 這代表不是我們的北高情有多厲害 代表是NCC當時的審查的結果 有多麼離譜跟荒唐 連法院都看不下去 因為真的太離譜了 跟各位報告 現在NCC說要上訴 可是大家知道 現在最高的行政法院院院長是誰嗎 是吳明洪 是小英的表姐 大小姐的表姐夫 這非常的尷尬 而且甚至更好笑的是 我在台北市政府查了一個資料 我說請教一下 因為通常行政訴訟都是民眾來告政府 那台北市政府有多少的比例 是台北市政府輸了之後 還要去上訴告民眾的 查一下到現在沒有 幾乎敗了就是敗了 認輸認賠 因為跟民眾打不需要去爭 就沒想到NCC現在居然還要上訴 死不認錯 而且講難聽一點 中天最後就算勝訴了又如何 請問一下如果中天勝訴拿到那些賠償金 是賠陳耀祥的錢嗎 還是賠蔡英文的錢 不是嘛 還是賠我們全民的錢 名子名高 最後遲來的正義 真的是正義嗎 我覺得真的很難說 我認為司法史上最難堪的就是蔡英文任命他的什麼 什麼姊夫 去做最高行政法院的院長 當時我就講你給他什麼位置都可以 你不能給他最高行政法院 因為行政法院是人民覺得不公 政府這個處理不公 我去告政府 就弄了個半天 你的這個院長是你的姐夫 你有這樣子幹嗎 真的能這樣嗎 任何事情到了最高行政法院 講實話 我一點信心都沒有 這件事情真的是很誇張了 所以我覺得台北最高行政法院 是真的覺得大家給他鼓鼓掌 因為我覺得對於目前看起來的話 整個民進黨所謂的反民主的狀況 它包括在對司法體系來說 對一些獨立機構來說 都已經形成了超乎想像的壓力 所以我原本認為應該是民主的 應該是一個公正的 應該是一個客觀的 應該是一個獨立的機構 通常目前看起來都不獨立 也不客觀 絲毫不民主 所以我覺得在這樣一個氣氛底下 遊戲選舉快到了 他還可以裁決還給中天 這樣一個公道 我覺得真的是很難得 但是我覺得這部分 當然回過頭來看的話 到底NCC會不會因此而 因為他還是要回到他自己本身 他再做一次裁決 那他可不可能頂得住 頂得住 這個現在民進黨壓力 因為我剛才宏偉也講到 他現在還有一個禁電池 在那邊該處理沒處理 這個已經前面的錄音帶 外線手已經講到過了 這個是上面的指令 是大小姐的旨意 是要過的 所以呢他這邊都還沒有過了 你說突然間回到一個中天 他會讓他換照嗎 我不知道 但是我覺得對於台灣來說 這是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 所以我覺得對於在野黨來說 不應該放過這個機會 因為對於台灣來說 言論自由也好 校園自由也好 這都是不允許任何的 這樣子還有黑手先進去的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